在星期二晚上舉行在美國NBA職業籃球賽總決賽中 今週勇士在客場以105對97的比分擊敗克里夫蘭騎士隊 贏得2014至2015年賽季的總冠軍 今週勇士的居里及伊哥伯拉都分別拿下25分 幫助自己本身球隊在總決賽中以4比2的總比分擊敗克里夫蘭勇士隊 令該支球隊自1975年以來獲得第一個總冠軍 伊哥伯拉在這個賽季當中一直擔任帝寶 從總決賽的第四場開始才進入首發的陣容 他還獲得總決賽的最有價值球員獎 克里夫蘭騎士的球星立方詹士在這場比賽中 拿下了32分18個籃板及9次助攻 延續著自己總決賽以來的卓越表演 但騎士隊的另外兩名球星勒夫及歐盟都恩賞決陣 令克里夫蘭勇士的陣容獻決完整 記者集團